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上兩個星期,我就出了一條淘寶片 說我買了什麼抽妝 明天就是雙十億的 沒理由淘寶只會買三副鞋子 所以我今天特意出一條淘寶片 說說除了三副鞋子之外 我覺得淘寶有什麼都很需要買 如果我拍的每一條片你都看過的話 有一些你應該是不陌生的 但是有些都從來沒試過在我的頻道出現過 大家就可以看看 究竟有什麼單品我們在淘寶都可以去買 也值得入手的呢?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今天我想說的大部分都不是會回購的 除了這一款,這一款大家真的不陌生的 這一款的洗面筋我自己是超級喜歡的 我會一直繼續回購,無限用的 真的用了很多包 特別是一定要買這個綠色版本的 它的價錢現在是13.8左右的人民幣一包 有100塊 所以大約兩三個月左右用完一包 我今年的購物車裡面一定有它的份 我會買分一年的份量 大約五至六包 應該買六包 因為它第二件是半價的 有些人問我這個洗面筋究竟我是怎樣用的 其實我是分日用和夜用的 好像M筋一樣 日用的話 早上我是不用其他洗面產品的 只是用洗面筋濕水抹臉 我就可以去一些比較髒的油脂或角質了 晚上如果我用下妝油都用不著它 但如果我化一個淡妝 平時我上班不太化妝的話 我就會用一個潔面奶 塗完臉 也是用它濕水抹走潔面奶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清潔步驟 然後也有Fior問過我 它寄回來的時候有沒有味道 放心 我對臭味非常敏感 如果它有任何的臭味奇怪味 我絕對不會把它放在臉上 所以放心放心 沒有味的沒有味的 然後就想說一些收納的用品 第一個就是我的飾物架 這個飾物架我之前也有提過 大家看到沒有一個月左右 我把它填滿了這棵樹仔 這個就是9.9的飾物架 性價比真的超高 你會看到其實我都很密盡其用 這棵樹上面可以勾很多不同的耳環 我的頸鏈也會勾在旁邊的位置 這些樹架我會勾一些戒指 然後下面也看到我放了很多手壓 這個Tino也是會放我平時最常戒的戒指 好了大家以為這樣就完是錯的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格 所以這個大小是非常足夠你平日用 或者是不想收拾東西的時候用的 所以我放在我床側的床頭櫃 很方便我日常用一些食物去戒 而第二個收納架就是這個 這個設計原本應該是用來放文具擺筆的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化妝掃架 不知道大家平日會不會是用不同形狀的化妝掃架 那些其實都可以放很多化妝掃架 但是我覺得不夠organized 還有一些髒了或乾淨的都要放在一起 我覺得比較難分 所以這個比較窄的化妝掃架我覺得很適合 而且也挺省位的 它一個的闊度比我的手指還短 我是小手指來的 所以其實它真的非常好擺 就算家裡不太大或桌子不太多位 其實它放進去都可以放到的 我自己的用法可以把它分門別類 一些比較放在眼頭眼線位小的掃架 中型眼睫位的掃架 或者一些比較大的掃架 然後這個可能是放一些未用過的掃架 然後這個是放一些用過的掃架 所以分門別類清清楚楚 完全就會知道自己究竟哪些掃架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在雙十一的時候 已經開始默色一些聖誕禮物 其實這個時間都很接近 我自己很喜歡在雙十一的時候 買一些東西 去用來聖誕的朋友派對抽獎 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這個 其實我本身是想它的效果漂亮一點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反光了 其實這幾年都很流行這種類型的燈霜 無論你是Lock On City Super那裡買 我看過這個最便宜都100元 然後貴一些不同顏色 100多200元都是差不多這個價格的 但是我在淘寶買 好像是19.9 我真的覺得很划算 所以如果你們去派對 他們的預算是大約100元左右 我送一個這個 再加多一兩份小禮物 收那個會不會開心一點呢 用的錢也是一樣的 大家最擔心的問題 不是它的質量 我相信 一定是它的包裝 放心 它的包裝看不出是淘寶貨的 你看到它前前後後 全部寫的字都是一些英文字 所以大家真的不需要擔心 你朋友收到的時候 不會懷疑你是在淘寶買的 還有它有兩個方法供電的 一個就是插USB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插不心電的 所以都很方便和很漂亮的 如果你們去聖誕抽獎的時候 我想這份都應該不會是被人嫌棄的禮物 然後說開一些要供電的東西 還有幾樣東西可以和大家說的 接下來這件事我就要去片了 因為我是放在我的辦公室上面用的 這個是座桌的一個鏡子 這個鏡子我平時放在辦公室 因為我基本上都不太化妝上班 但是有時候下班 我約了人都想化妝漂亮的 我就會用這塊鏡子在自己的位置化妝 這塊鏡子插了USB線之後 就可以發光了 按了之後它會有三種不同的光 有偏黃、偏白和偏粉的光 相對不同的光線、光源 令你化妝的時候有更加自然的妝容 還有下面也有一個兜兜位 可以放一些日常用的液劑 我自己會放一些防曬、手霜、保濕的噴霧 放在辦公室那裡用的 比較常用我都會放在桌上 之後我也想說一件事 有少許關於辦公室 但是我現在上班就比較用不著 以前在大公司上辦公室的時候 我就整天都用的 就會是這個這麼小的藍牙耳機 平時上班就算你沒事做很悶的時候 我相信你的上司也不會容許你又聽歌又看劇 那時候我就用這個 塞住在一邊耳朵 因為買的時候真的只有一隻 我會塞住在耳朵 當然不會沾邊 就用頭髮蓋著它 我阿姐就不會知道我是在玩電話或者聽歌 而且它只有一隻 基本上你另外這隻耳朵 都還會聽到別人叫你 所以你的同事 嘗試叫你的時候 你是認到他們的 當然我不是叫你 很大聲 吵到你很專心聽歌 做不到事情 如果你說它的音質 至少它不是爛聲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給幾百元幾千元的音響音質 應該就不可以了 我對音質的要求不是太高 只要它不是爛聲就可以了 而且它可以說電話 但是它說電話的收音我覺得一般 所以除非你的電話是音樂等客戶服務主任播放 不然基本上我就不會用它來說電話 我只會用它來偷偷地在公司那裡用 不過以這個功用來說 我覺得它都蠻抵用 而且我會長期放在公司的 然後就到一個我之前淘寶開箱說過的東西 就是這個啞鈴 這個啞鈴跟之前已經有點不同了 之前我拿著那個是1公斤 但是這個我已經換回0.75公斤來用了 因為1公斤那個對於女生來說實在太過沉重了 我覺得0.75已經是我的極限了 0.5公斤會比較好 但是0.5公斤又沒有了一個減肥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0.75公斤也算是欺負到好處的 辛苦是應該的 大家可以看到會用這個APP 叫做Move It 你買啞鈴的時候 它用QR Code就會幫你下載這個APP 你按進去之後 你把這裡開啞鈴之後 就可以連結到啞鈴那裡 你看到裡面是有很多不同的堂可以去上 你按進去 它現在在下載這個堂之後 然後拿進去啞鈴那裡 你會看到人們在這裡一邊動 然後你就會一邊跟著它跳 它會感受到你做不做到那個動作 根據它下面要求你做的動作 如果做到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這支完美 或者是我這樣做不到 因為我現在沒有舉起啞鈴 通常不同的課程都有不同的時間 這個是4分鐘左右的課程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你可以一次過做4分鐘 或者做多幾個不同的課程都可以 有人問我這個啞鈴對於減肥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 如果你是有堅持和努力去做 如果你每一天只做4分鐘的話 其實我相信你會當去衡動一下運動一下 但是不可以一個月減10磅位 其實它是其他活動 你都要燃燒足夠的卡路里 才可以去減肥的效果 它絕對不是一個神奇工具 但是純粹是一個比較漂亮 外表不錯 輕盈得來 容易收藏得來 又可以做到再주고 運步 필요不需要你出街 或者會給錢去健身 就可以達到運動效果的一個工具 所以只要你有恆心、努力、多一點去做的話 它真的可以做到減肥 因為真的爆汗、整個人都熱了 不停流汗是有這個效果的 我發現今天也有很多這些小電器去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這個就是我去旅行很多時候都會帶的一個加濕器 我今天會做一個錯誤示範 這支不是蒸餾水 平時真的最好用蒸餾水 即使你熟水或礦泉水都沒有那麼好 生水就更加不行 因為這些加濕器霧化之後 是可以將細菌霧化 然後用鼻子吸吸 它是更加容易吸入你的身體 所以不要太方便用一些生水、熟水或礦泉水 用蒸餾水是最純潔的 它是怎樣用的呢? 首先很簡單 打開水瓶 然後將加濕器扭進去 大家會看到這裡的霧是很小的 可以看到這裡可以選擇的 就這樣開了長開 或者是2個小時和4個小時 它就會非常安全 因為你睡覺的時候 放了2個小時、4個小時之後 就不用擔心什麼時候沒有水 它會不會飆乾水、燒了、著火、爆炸等問題 而且它不是用濕電 也比較安全 我自己覺得 就不怕有不同地方的電壓問題 也不需要擔心去到外國的時候用不用到 說到去旅行 不知道平時大家收拾行李箱的時候 如何擺放自己的衣服、鞋襪、內衣、內褲 或者多帶一雙鞋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就是用淘寶的一些旅行收納套 這裡是一套有6樣東西 很划算 我可以買一套 它有分到有不同大小 這個是最大的 然後會有一些比較小的 全部都是有手柄 很方便的 總共三個不同大小的網袋 裡面也有一些索帶可以索實你的衣服 然後這個不是網袋 它會做一個密封的設計 你就可以放內衣褲 不需要被人看到這麼尷尬 然後還有一個索袋 我自己是通常放一些人字拖 或者拖鞋類 或者一些平底鞋 都會放到索袋那裡帶去旅行的 最後還有一個普通的拉鍊袋 這個就放什麼都可以的 八搭的 這套東西完全可以讓你收拾行李箱 有條網路很整理 完全不會七國那麼亂的 我這些那麼亂的人 就很需要這些套東西 讓我看上去不是那麼亂的了 以上這些單品 就是我覺得大家在淘寶雙十一的時候 可以入手比較值得買的東西 都是一些我自己用到非常喜歡的單品 除了這些單品之外 我還想說兩個食物 這個大家又不陌生 我倒轉了 就是這個八家陳記的重慶酸辣粉 在酸辣粉來說 其實我試了四五款 最喜歡吃都是這一款的 一些很多網紅 很多人去推薦那些我吃過都好 我覺得它的酸味和辣味 比例調得比較好 而且它真的很香 就算隔著包裝袋去嗅 已經嗅到它的味道 而且它的份量不會太多 有時候我買到一些很大碗 好像螺絲粉那些 其實我覺得都好吃 但是很浪費 我住這些的時候 不一定是兩個人吃的 有時候我自己一個人吃 是吃不完 我就覺得不是太好 所以我覺得它的份量是不錯的 而另外一個就是一個fewer 他推介我去買 吃完我覺得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就是這個金牌乾尿 它的名叫金牌乾尿 但是它也是一個乾拌的麵 它跟酸辣粉不同 因為酸辣粉的麵有點像薯粉 而這個金牌乾尿的麵 是一些白色的細麵 這個乾拌麵 我覺得它的份量 都是一個人可以處理的份量 聞起來是非常香 吃下去也是很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點偏油 但是這些麵 通常都會是辣油居多的 所以這件事我也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它的味道也是很香 而且它的麵我覺得很滑 很好吃的 而另外我也買過這個 紅油麵皮去吃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這個 我覺得它吃下去 有點怪怪的 有點膠膠的 所以這個就不算是我的口味 我自己就不會再回購這個了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淘寶單品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大家雙十一買得開心點啦 我ется會拍我的影片 請我繼續的按讚 雙十一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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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館